奢侈品投资回报,竟然可以高达百分之一百。 一项关于奢侈品投资回报的排行显示,以十年时间计算,大部分奢侈品投资回报高达百分之一百以上,反映出惊人的利润。 高回酬的奢侈品包括了,一,酒类,酒类的投资回报最高,威士忌更勇夺冠军,回报增幅达百分之三百七十三。 二,古董车,古董车回报增幅高达百分之一百八十五,古董车的市场向来依循一己节奏而行,较少受外来因素影响,因而更得不少投资者青睐。 三,红酒,红酒增幅达百分之一百六十二,虽然酒类的投资回报明显较高,但不少专家指出,威士忌及红酒的市场已趋饱和,未来投资增幅有限。 四,万表,十年投资增幅达百分之一百四十七,不过有专家指出,百达斐利英武罗系列,艾比皇家像树系列,劳力士的通拿系列, 这三个系列基本上已垄断整个二手市场,令其他万表品牌缺乏生存空间,未来将成难以忽视的问题。 五,艺术品,艺术品是常见的奢侈品投资,十年投资增幅达百分之九十一,比起前四名的奢侈品,艺术品投资回报虽然不算突出, 但有专家表示,艺术品收藏家多为超级富豪,往往以天价成交,其中单单2022年已有五件作品成交价过亿美元,反映艺术品市场高价值。 六,首带,首带的十年投资增幅达百分之七十四。 七,金币,十年投资增幅达百分之五十九的金币,排行第七。 八,珠宝,珠宝的十年投资增幅为百分之四十四。 九,家具,家具的十年投资增幅则为百分之三十四。 十,彩钻,彩钻虽然是女人最爱,由于十年投资增幅仅有百分之十六,所以在奢侈品回报率的前十中居尾。